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方你好 欢迎您特别来到湾区 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 您父亲呢这个画作了 他的画风和他的特色在哪里呢 要讲到画风的话 我想先讲一下他的时代背景 徐北红出生1895年 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面 在江苏一星 那么他生活那个时代是这样 徐先生他认为在明末 自明末以来三百多年 中国的绘画开始颓败 江死的画逐渐占了主导的地位 那么徐北红希望能够 恢复中国的这个施法造化的传统 和特别是以人的活动为主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到民国初期的时候 能够画人物的画家已经是寥寥无几 那么徐北红以他自己的画作 就展示了这个改革中国画的 这个两条基本图 刚才讲到的恢复施法造化 跟这个以人的活动为主 他在1919年去欧洲留学 他是中国去欧洲学西化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就1919年就已经去欧洲了 他毕业于著名的国立高等美术学校 那是在巴黎的 他1927年回国以后 江西化的技法很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画 目的是发展中国画 那他对中国画最大的贡献之一呢 是他的中国人物画 特别是像他的大型国画 《鱼公移山》 《九方高》 《八人积水》等等 都是中国人物画的开山之作 所以他就是等于就是中西河壁这么样了 是 他是将这个中国画跟西化的 里面的精华融合在一起 那后来当然就是到1949年的 中国解放之后 就是毛泽东的年代了 那那时候对他的这个画作 有什么样的冲击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这实际上就是我这本书 《奔腾的郡马》 这本书里所提到的 那么Galloping Horses Artists 徐白红 and his family in Mao's China 我写这本书呢 是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 徐白红的艺术和艺术成就 这就为什么用英文写了这本书 那么同时呢 也结合到你问的这个问题 有什么影响在这个时代 这本书里呢 写到了徐白红的家人和他的艺术事业 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后来文革之中 所遭遇的几上几下的这样的一些遭遇 这个其中也写到了徐白红的许多 显为人知的经历 那这个显为人知的经历了 麻烦您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简单提两句吧 因为细节就很多都在书里面 他在建国之后呢 他是占据了中国美术界最高的名誉地位 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 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个挂名的院长 就简单提一句 这个是大家不知道 所以就是他没有实权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请问您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1953年 那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他那时候在参加 他在那个会场 第二届文代会 他是执行主席 开了这个一天的会 所以到晚上是脑医学 后来几天之后就过世了 1953年 那您印象当中 您的父亲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快到六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去世了 他是一个 您还很年轻很小 对 我的印象里头 他是个慈爱的父亲 但是对我们孩子的期望很高 他 我四岁的时候 我哥哥去清明五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教我们美术 他是从书法开始的 所以您当时也有学书法 他要求我们每天要写大字 临摹公元六世纪书法家张猛龙的背贴 他还给我们评写作业 所以每天都要写吗 每天要写 每天要写多少呢 写 写个几张吧 所以就是 就很传统的那种 就是每天都要练字的那种 好 那我们先谢谢方方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将会继续与大家探讨 徐悲鸿先生的画作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温馨传玩家 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 中国著名水墨奔麻画家 徐悲鸿他的作品 以及呢就是 他在毛泽东的中国 以及他家人在文革时期的经历 那这边呢 我的嘉宾呢 就是徐悲鸿的女儿徐芳芳 那芳芳啦 那就是谈到了这个徐悲鸿先生了 就您父亲呢就是 大概在1953年去世 那去世已经有60多年了 在这60多年当中 你母亲廖靖雯 是怎么样把他的作品 保留下来的呢 我父亲53年去世以后 当时我妈妈是根据我父亲的遗愿 捐献了他的全部的作品 和一千多副 还有他收藏的古今装卫画家的杰作 一千多副 全部捐献给国家 我为的是实现我父亲的遗愿 他在试的时候 希望能够为中国人民 成立一所具有中国优秀 艺术遗产的公立博物馆 那么根据他这个遗愿呢 又有了这么多作品 那么在1954年 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 在画家的故居 成立了徐悲鸿纪念馆 当时我母亲的这个捐赠的这个决定呢 保证了徐悲鸿的这些作品的收藏 是世界上最大的 也是质量最高的 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呢 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 为一个画家端独成立的艺术博物馆 专门展示徐悲鸿纪的藏品 作品和藏品 那他的故居在哪里呢 故居在原来在这个 北京的火车站旁边 但是那个地方现在都拆掉了 就原来的故居已经拆掉了 那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徐悲鸿纪念馆 后来在文革以后再重新盖起来 是在新街口1983年 也是在北京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因为原来的故居 你们是捐给中国政府 那在文革的时期有没有遭到破坏呢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实际上就是我这本书 《奔腾的骏马》 里面就写到了这一段 主要是写 徐悲鸿的遗孀 我的母亲廖靖文 和我们子女 我跟我哥哥 我们如何来保护徐悲鸿的作品 能够实现她的这个遗愿 弘扬她的艺术事业 特别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吧 这个因为你也知道 当时文革是 目标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著名的美术家 音乐家知识分子 都被打压嘛 都成为了这个对象 那么我父亲虽然已经逝世了 十多年了 但是他影响仍然在 特别是那个时候呢 党的政策是 你所有的作品 必须能够直接为毛主席的这个 政治目标服务 那么我父亲的那些作品 虽然在抗制战争时期 是爱国表现爱国主义的 但是呢 我认为他们没有 在1960年 直接为这个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因此这样的话呢 他也变成了这个运动的对象 那么在1966年8月 我们家受到洪卫兵的冲击 当时纪念馆的藏品 也受到了洪卫兵的威胁 这样的话 我妈妈就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 请求他保护徐白红纪念馆里 徐白红的作品跟藏品 那么周总理立即就派人来 把这些作品都 在一天里都运走了 这就是徐白红的作品跟藏品 如何逃脱了洪卫兵的冲击 所以还好有周恩来总理 把他就全部就收藏起来了 所以就一直保存到今天嘛 那这个就是讲起这个文革了 您自己呢在文革 其实呢就说起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因为呢我想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得呢 之前呢我曾经采访过呢 中国钢琴家黄爱莲 那其实黄爱莲呢和那个方方呢 他们其实是认识在威时 那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在文革的时期 那可不可以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呢 我是中央医学院附中的学生 他是中央医学院本科的学生 我们这两个班 毕业班嘛都被下放到这个 当时在唐谷港附近的4701部队农场 那么这个就在那认识的 那么我这本书里奔腾的骏马里面 实际上呢写的是这种奔腾骏马的精神 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我们这一批包括我父亲的学生 和一些其他的美术家和音乐专业的学生 不顾种种政治运动的挫折 能够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目标 坚持不懈的努力 讲的是这么一种的精神 那么这本书呢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亚马逊上找到 也可以从我的网址上面找到 好 那我们一会儿现在先进入一段 广告那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要看这本 奔腾的骏马这本书呢 应该怎么样可以找到呢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温馨传玩家 那方方了 那刚刚呢您就提到呢 就是您这次来温馨区呢 其实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了有两场的讲座 可不可以麻烦您来讲一下 是 我要举行两场讲座 主要是讲徐北红的艺术 和我的这本书 Galloping Horses 是要举行签售会的 那么这本书呢 除了在亚马逊上可以找到的话 也可以从我的网址找到 网址是 那这个 你这两场讲座了 麻烦您讲一下 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呢 你有两场一场是在8月26号 是吗 8月26号下午4点到5点半 在Ocean Campus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这个是不需要联系跟预约的 是对公众开放的免费的讲座 这个地址 所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就可以去参加 对地址是50 Frida Kahlo Way Fridah Kahlo Way Fridah Kahlo Way 50 Frida Kahlo Way 是Fridah Kahlo 那如果大家实在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联络这个City College 也就是旧金山的四例大学 那电话号码是415452 5469或者415 550 4474 那您还有另外一场讲座是吗 是在8月底 对 另外一场是8月31号 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 是在奥克兰 亚洲文化中心 这个 它那个地方 如果要网上定位的话 可以点击它的网址 就是oacc.cc 就是奥克兰亚洲文化中心 也就是Oakland Asian Culture Center 这个就是它的房间号码是290 那那边你们会有一个讲座 就会介绍那个我的父亲徐悲鸿 然后在奥克兰文化中心 它的地址呢 是388 9街 C290 然后电话号码呢 是510-6370455 然后这个时间是8月31号2点到4点 那他们要不要预约呢 网上定位需要预约 那个到时候讲完了以后 我会给观众签书 前书会 对 前书会 那说起了就是您自己 刚刚提到您自己的文革的经历了 那当时您和Eileen 就是我们之前采访过的黄爱莲 你们是在农场认识的 那当时就文革的时期 你们去农场是接受再教育了 那麻烦您讲一下当时的经历了 当时我们生活的条件非常艰苦 我们的饮用水都是每天是用牛车 从附近的一个小镇里拉来的 在舒久的寒天里头要挖水区 这个沉重的体力劳动都伤害了我的手 失去手指 失去灵活性 但是这个解放军领导就是要我们 接受这些艰苦的锻炼来 去除我们的资产这些思想 当时只有学毛选 学习任何的知识都是犯罪 那么当时我们这些同学 都是学了十几年音乐的 都奉献音乐事业这么长时间 对我们来说是个知名的打击 所以更难忍受的是未知的前途 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 在农场有工作多久 也不知道有没有希望 再从事音乐工作 不知道能不能分飞音乐工作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和我的许多同学 都以各自有限的方式 继续学习音乐 比如说在农场 我们没有钢琴弹 我就学了小提琴 那么我同时 有小提琴 我去找了一把小提琴 跟一个本科的同学 学小提琴 后来我还学习了自学英文 这是很艰难的 因为没有正规的教科书 而且又不能读 很多的原文的著作 于是我就学了英文的毛选 跟马恩列斯的著作 比如说《共产党宣言》 是用英文写的 我是这样学的英文 你是这样自学英文的 那当时您说您手受了伤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您 后来弹钢琴呢 当然 我基本上是 我想成为钢琴家的 这个理想就破灭了 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 对 那说起了 其实您也是 您本身也可以说 是一个传奇人物了 您英文是自学的 然后您后来辗转 是怎么样来到美国的呢 这也是说来话长 那么到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 高考恢复了 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30岁了 那么中央音乐学院 拒绝了我们老附中的 这些同学的报名申请 因为我们超过岁数了 那么我要想接受高等教育 只有和普通中学的学生去竞争 报考普通中学 那么我是通过全国高考 在1978年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英语十字班 虽然他们的入学年龄 要求25岁学外语的 但是因为他们极缺英文老师 所以破格录取我 我是当时那个考生里头 英文考是成绩最高的 哇 非常好 好 那我们谢谢方方 那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探讨 后来方方是怎么样辗转 来到美国 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温馨传玩家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那方方您自己呢 就是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您自己也是 真的也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您是凭自学英文 考进中国人民大学 那后来又怎么样来到美国呢 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开放了 可以自费出国留学 我就申请了加州大学Berkeley 1981年就到Berkeley 在83年的时候 读这个地史系就毕业了 后来又考入了Stanford工商管理研究院 获得这个MBA 哇 所以您真的是高材生啊 从自学英文一直到Berkeley 然后还到那个Stanford 真的也是传奇了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么多年来 您是如何弘扬您父亲的艺术思想呢 我当时想出来留学 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 在美国举办我父亲的画展 因此这就为什么我后来 选择去念MBA 我觉得我成为一个钢琴家 这个理想不大可能实现 那么我希望能够为我父亲的事业 做出贡献 那这也是他70多年以前 1940年他想到美国来展出 当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 他没有能力 二次世界大战 大战时期 那么在这个理想 我是帮助他实现 就是帮助发起跟协助 办理了他 举办了他在美国的 第一个综合性个人画展 是2011年10月到2012年1月 在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举办的 非常成功 恭喜恭喜 也实现了您这个父亲的遗愿 那未来呢 未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我现在做很多徐白红的研究工作 我去世界各地追随父亲的遗宗 收集他的这个世界发表文章 我最近去了印度 已经发表了英文的文章 还要准备发表中文的印章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麻烦您给我们一个温馨小提示 这个中文的这个奔腾的骏马 也还是有的 刚才讲了这个写奔腾骏马的精神 这个书其实是有一本中文的 还有一本英文的是吗 这个中文的是我翻译的 但是是电子书 大家可以从这个 苹果网和这个Cobo上面 都可以下载下载 所以中文的是电子书 英文的是真的有一本书 有这个纸直的书 中文叫奔腾的骏马 徐悲鸿和他的家人 在毛泽东的中国 这个那... 然后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也想就是看一下徐悲鸿 您父亲的这些画作啊 他的作品啊 可以上哪里看得到呢 现在徐悲鸿纪念馆 马上就要公开开放了 因为呢 前几年有一个扩建工程 但是听说是9月份 就要正式开放 那么里面有一千多幅 徐悲鸿的原作 宿苗果画 有画都有 这纪念馆是在中国吗 在北京 新街口北大街53号 就是您刚刚说的 那个北京的这个地址 对 这个也是我妈妈 经过千辛万苦 几经挫折以后 为徐悲鸿的这个纪念馆 再次能开放 使他持续的努力 不然的话 徐悲鸿纪念馆是不可能再开放的 因为我讲了文革的时候被拆除了 所以整个纪念馆 其实当时是被拆掉了 被拆掉了 所以是现在就是这几年 才刚刚重新又把它建起来 所以就已经不是在原来的故居 不在原来的地方 1983年就已经换了这个新的地方 文革以后 那么这次是又再扩建 然后呢 如果观众朋友 当然我们在美国了 就是不是经常会去中国了 那这个网址呢 怎么样上网 可以找得到他的画作呢 网址是什么呢 最好就是上我的网址讲的 那个背红chinaarts.com 里面有90多幅高质量的 徐悲鸿的书法素描 有画跟过画 好 非常感谢徐芳芳女士 那正如徐芳芳女士所说的 那其实徐悲鸿呢 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画家 那当然呢 中间呢就经历文革的时候呢 还好呢就是 这些名画呢 就全部被保留下来 那现在她的纪念馆呢 将会在北京呢 就是重新开放 而徐芳芳本人呢 也即将呢 在湾区举办两场的讲座 那我们今天 温馨船万家的时间到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听到 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拜拜